三老爷 如果这死者手中所握的金簪是从方玉杰头上所抓取下来的 那么这手中的断发应该既是方玉杰的头发才是 应当如何 只是在我的印象中那少妇方玉杰他乃是满头黑发 而这死者手中的断发却是灰黑香杂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莫非这只金簪原本不是戴在方玉杰头上的 你是说这金簪 可这金簪是经死者之妻僵士 以及僵士之子 也就是方玉杰的丈夫 顾孝成 还有家中所有弊谱一致认证 却为方玉杰平日承三对于发上的事物 也就是说此物却为方玉杰之物啊 这金簪或属方玉杰之物 但断发若不属方玉杰 那按发当时 这金簪极可能是戴在别人的头上 如果按发当时 这金簪带在别人头上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以及死者手中所留下的断发 又会是谁的 这个人 这人极可能就是真正的涉案人 我怀疑 此人乃是死者之妻 江氏江秋平 江氏江秋平 我们俩是其笑诚的这位书口店 顺便 带小俊来和你办事 拜谢你的生养之 一拜 一生一 二拜 俊尔 俊尔 要定 不能定 怎么办 成疗人 住人 静悦 静悦 我最爱看不久 不是哭泡尽艳 不你们哭口心情 Ops 别让人知道 是我让他们来看防御节的电影 是 你会说法救你 我怕会对你动静一共 你会说法救你 他妈样 你帮我解脱 你收着 好了 童子你与俊儿 恩断应军 再无瓜葛 你早知如此 何必登出 大不回徒生杂志女言 至上何几多 其指将是一语 但是 能够接近此三 并取得此三作为投射者 除了他方御节本人之外 恐怕也就只有方御节她的婆婆 僵士 那僵士为何要借媳妇方御节的投尊呢 那僵士是富家主婆 难道就没有自己喜欢的金毡吗 何须要借媳妇方御节的金毡一用呢 又如果 命案当时 瑞吉尔是拔取僵士头上的金三 四将天赋 那 当时僵士也会在场 那为何僵士 却不知奸夫是谁呢 没道理 没道理 僵士 会隐藏杀住这凶手吧 嗯 我对不膨礼 一张 不是 是 无 是 记得 έλ 我 师爷,我听说这桩通奸骇清暗的恶媳妇 方玉杰,竟然已隐迷,暗示姦夫,郭淑宇,就是我 可有此事 不敢瞒老太爷,确有此事 可是那恶媳妇说的话没有人会相信 谁都知道在命案发生时,新任县令尚未到任 老太爷也还未治本县,又怎可能与那方室友和沾染呢 他那是故意攀骂,是想让县老爷不好办案,不好追查姦夫罢了 这方玉杰一日不住时,我就一日洗不清冤枉 师爷啊,你诽谤我不可 诽谤我不可呀 老太爷,您的意思是 哎,大疼啊,经常晚,不像见识的多 在哪里 为方玉杰这种凋鸣恶妇 不动行,哪能有石贡啊 那是非动行不可 你帮我,无论如何,水里,火里,尽快逼他同时,早日还我清白 师爷,你帮我,我一定会感激你的 日后啊,我定会后报你 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老太爷,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这事你就交给我,我一定逼他供出肩膚,好尽快还老太爷清白 是,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 行,我这就去将那方玉杰争主一番 赶紧 来来来,披护台,不怕死的,尽管来啊 来来来,披护台,不怕死的,尽管来 哎,来来来,披护台,不怕死的,尽管来 哎呦,这盐头怪事特别多啊 这卖小吃的,竟然要找人披护台,哎,这什么名字啊 哎,威哥,那张很生气的是什么 哦,原来是卖鸡泡鱼羹的,难怪 鸡泡鱼羹,好吃吗 好吃,好吃,别了 好吧,来来碗鸡泡鱼羹 哎,好的,稍等啊 哎,威哥,他干嘛要撑伞啊 啊,这是煮鸡泡鱼羹的传统规矩 有这种怪规矩 哦,来了,两位,请慢用啊 相狗请用 娘子请用 相狗,你请用,他们夫妻真爱啊 相狗,来来来,请用 威哥,您也得早日成家 才能像他们一般 享受夫妻之乐呀 这,要不要吃下鸡泡鱼羹啊 想夫妻之乐 嗯,是啊 我呀,看到这对夫妻的样子 更难成家了 啊,你知道什么叫鸡泡鱼吗 不就是拿鸡肉和鱼肉一起泡煮 做成泡,叫做鸡泡鱼吗 你呀,真是个土豹子 啊,鸡泡鱼就是河豚 土名呢,叫做后台 你看那个老板先前不是喊的吗 来来来,拼后台 不怕死的尽管来,意思就是说呀 来,敢拼死吃河豚的就过来 啊,拼死吃河豚 是啊 这河豚呢,是很美味 可是,河豚有剧毒 在河豚碰鱼的时候,稍有不慎啊 吃到肚子里面去,会冻毒身亡 而且还传说 烹煮毒的时候,结锅盖是,得先张反 否则热气上升,让烟尘落入锅中 嘿嘿,吃下去肚子里面 必死无疑呀 真的? 所以呀,人家说 十个八个中了河豚毒的人 至少有两个 所以呀,还有 两位 两位 吃河豚的 两位请慢用 两子先要 现在 你还觉得他们两个恩爱相敬如宾吗 我告诉你 他们呢,是要让对方先试 看什么先卦 看他们两个的样子 我哪敢成家 抢什么夫妻之乐 嘿嘿 喂哥 我先吃 如果没事,你再享用 啊 真是 你不要不先吃 你不要不先吃 听说大夫这一路上的细心治疗 我的头啊,已经不再疼了 眼睛也好多了 现在啊,已经略能见悟了 这真是要感谢苏大夫 你呀,又叫我苏大夫 我不是说过吗 叫我新词 或者阿词就行了 是啊,我又忘了 等会啊,我们出东门 我出家村 差不多就到了 是她 卖龙肉的女人 喂,你买不买龙肉啊 啊 啊,难怪 难怪我觉得她如此眼熟啊 感情就是那日沿街叫卖龙肉的蜂蜜人 嘿 好吃,太好吃了 天河也值得 老板,再来一碗 好嘞 好 好吧 哎呀啦 哎呀,过了你 Markt 你停 来 把刀抓起来 起来 继续 抬起来 说 剑伏是谁 说 不说 看你到底有多剑 给我记下你 你们这位奸夫淫妇 我跟你们拼了 便将二位置一猜 先问问在押的风雨节 我曾听人说 一路衙门 鸡鸡狗肺 阴阳隔绝 尤其落入监牢 更是惨无天日 任人荼毒 不知传言 是真是假 赵兄 别的衙门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的衙门 只要我郭展鹏在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下属 虐杀囚犯 一路衙门 别的衙门 去 你有没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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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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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说不上 说不上 放开他 将奸夫的精灵 以及犯案的经过 都给我继续共路 免得他自投苦吃 人哪 报应别人哪 想 再三老爷带到行训房了 走 他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大爷 他怎么了 他 他应该是突发疾病吧 我看他倒下是身中剧毒 尝那方玉杰的食指 看来他是饱受行求了 没有本官的准许 谁让你行训方玉杰了 谁准你们对他动行的 是 是老太爷不敢受方玉杰的攀骚 希望被侄尽快让他堵食 所以 我爹 方玉杰果然身中剧毒 你们竟敢毒杀人犯吗 没有啊 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毒杀人犯的 没有 那他为何身中剧毒啊 不得不知 真的不知啊 你 国兄 还是先救治方玉杰 再问详情吧 速去探灰 咸水 和吃素剂 快 快去 还有 将金樱花和绿豆干草期间 速被禁事 找一名女医 协助我帮方玉杰聊读 快去 这就是 你不妨将此事 问问令尊 亦或是 将此三合至于令尊必经之谷 再暗愧令尊见此三合的反应 便可揣夺出八九 还是这红河 白头斜朗 人似秋平 心中 不说语 乔 不爱了 里面还有我的名字 这到底 是什么东西啊 爹 没有本席人许 谁让你们学生方玉杰 谁说你们这条东西了 是老太爷不甘受方玉杰的派污 希望非职尽快让他吐食 所以 如果这个郭书宇就是涉案人 没道理他会让人行求方玉杰 帮玉杰若是土石 那岂非对他不利 老三 回来了 对了 有没有珊珊的消息 没有 没有 我们大街小巷的张贴薛人启事 他如果在县城 他会看到的 原来则聚 原散则去 这或许是缘分已尽 珊珊她是有心要离开咱们的 应该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得出来 珊珊心里暗暗的喜欢着你 他才舍不得离开你 不说八道 你还能看见 珊珊心里去 我们同样都是女人 我当然了解女人的心了 来普清县的这段路上 珊珊她 经常暗暗的看着楚大哥发傻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就你瞧见了 我怎么没瞧见 珊珊看着老三发傻 那是因为 因为你也经常看着珊珊发傻 却没发现 珊珊心里喜欢的是楚大哥 不是你 珊珊人长得好看嘛 谁不都瞧她几眼呢 可楚老三 哎呀 你看看 人没人才的 钱没钱才 哎 脑袋呢 也没我聪明 钱也没有我多 珊珊会看得上她 应该是我 怎么可能是楚老三的 你呀 眼要么都洗眼上去了 眼看不清 万多嘟嘟嘟嘟 我才不糊涂呢 你敢说 你心里不喜欢珊珊 我不 是又怎么样 我是喜欢她 我不止心里喜欢她 我要再见到她 就直接跟她表白 大声的告诉她 我喜欢她 我喜欢她 行吗 猪跑圈 牛叫天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说你呢 猪发情就跑圈 牛发情 猪叫天 是啊 都被你给发现了 二位 这种事啊 私底下说说笑就罢了 可千万 别当着珊珊 还有其他人的面说 否则 可真要羞跑珊珊了 这确如丁五位说的 再上人没人才 钱没钱才 珊珊 她怎会喜欢我呢 可是 初公子 这画像 我已找人临摹多分 并怕辖下的兄弟 试图分访各地的乡老 历历村司 希望能够给您带回好消息 那这原话 就还给您了 谁呢 珊珊是不是 我看看 原来是这个疯女人 这个卖龙肉的疯女人 卖龙肉 对了 老三 你找这个疯女人呢 她不是疯女人 她是我一位 失散多年的长辈 长辈 这 这可瞧了 我刚才在见她的时候 还瞧见她了 喂 你说什么 我刚才在街上瞧见她了 这可是真的 真的 这个人呢 骂过我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肯定是她 喂 你告诉我 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现在人到底在哪里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你快告诉我 她人到底在哪里 找到人 我给你千大的好处 什么 什么好处啊 随你说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你看你这个傻小子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啊 要不我们之前的三七约 改成一九约 我九你一 行吗 行 全都给你也行 哎呀 好走 走走 等一下 那也不对啊 我一个人独享 显得我太没有人性了 哎呀 哎呀 五位哥 楚大哥都急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 是啊五位 你快告诉我 我这位长辈 此刻人在何处啊 我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 不过听起同伴说 现在人 等会儿啊 我们出东门 过朱家村 差不多就到了 然后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东门 朱家村 哎 初公子 哎呀 好嘞 我得看看 以后该想看老三 还是老腰 嘿嘿嘿嘿 哎 喂哥 你带我一起去吧 都跑去 有点天使吧 嘿嘿嘿 嘿嘿嘿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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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啊 这几个人到底什么来历 爹 你真的与此案无事吗 当然 我若与此案有关的话 我又岂会央求师师爷 帮我逼问方律杰 以求实情 可是这三河中的文字 以及 以及方律杰所说的拧迷 这只三河 八成是假的 是方律杰 纯心潘污啊 可是这三河中的文字 颇有岁月 不像是 临时造假啊 千年古物和字画都能够伪造 有何况这三河中的文字啊 我倒怀疑 我倒怀疑 给你这只三河的人 是何局心啊 你是说 此公子 莫非他 还是真凶吗 莫非 他才是此案的 他才是此案的尖夫啊 你想想 此人出现的时机 岂不巧即 好像专程为救方御杰而来啊 你们说他是淫妇 说他通奸汉金 那我问 那金夫现在人在何处啊 可是 楚公子为方律杰所辩护的 并不是毫无根据啊 死者手中的断发 确实不是方律杰之法 可见这案情 并不是很单纯 死者死后 凶手 为了误导办案方向 故意 在假正于死者手中 此事啊 并不少见啊 姓楚的一伙人 十分可疑啊 其一 来路不明 其二 与方律杰是非亲非故 却极力的想救护方律杰 其番 有居心叵测的 给了你这只伪称正物的三河 与方律杰对我之攀污 是相互应和呀 其次 以有人失踪的借口 留在县衙不去 所以我怀疑啊 或许姓楚的 就是此案的借负 更说不定他们有人 留在县衙里不走 是四季想救走方律杰 你说说 维护以上的推断 是否极之合理 又极之可能呢 方律杰体内的毒 大都已经去除 只是孩子昏睡 交给你们小心看护了 属下一定尽力看护 不会有差事 那就好 什么 我家公子不在县衙 是的 他 大人 楚公子现在何处 楚公子从其他两位友人 往东门外的朱家村去了 东门外朱家村 是啊 似乎是有了那位失踪长辈的消息 是谁了 刘布 本官怀疑 你等与方律杰通奸骇清案会有关系 请赵公子 再留县衙 等楚公子回来以后 本官会进一步查明 一切事情公布 本公子回来 再做进度 带走 是 大人 等楚公子回来之后 你等趁其不备 将其拿下 是 老宝 你刚才说 幸福去了东门外的朱家村 啊 这个就是我们家了 娘 我回来了 娘 我带了罗粪回来了 那人不会把我们钢罗粪了吧 他确实捡了一些罗粪 放在他的篓子里 怎么会有人捡食罗粪呢 罗粪呀 先朝欧夫之后 可以治疗各种 跌打所致的伤痛 原来如此 对啊 瞧这院子里 果真还晒着不少草药呢 嗯 这家人看来 还是一户懂医术的人家呢 娘 我呀 带了三个乞丐回来了 他们不想跟我要水喝 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回家来了 胡说 人家哪是乞丐呀 啊 娘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是管别人要东西的 就是乞丐 就是乞丐 哎呀 那不一样 傻孩子啊 那 像人家要钱的是乞丐 像人家要饭的是乞丐 要水喝的 不算是乞丐 懂吗 啊 那就是说 要水喝的 就不算是乞丐了 对 真聪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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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屋里坐 屋里奉茶 谢谢 谢谢 来来来来 请进 请进 山水好 山水好 来来来 喝谁 喝谁 吃点山果 歇歇腿 谢谢 不用谢 香小弟子 非常好待客的 别见笑啊 你好 哎 大婶 这屋里屋外的 好多草药啊 是啊 先夫才草药为生 我呢 也只能仗着他们虎口了 来来来 我再给你们道 你们喝完以后啊 外面呢 有的是 我在这屋里打去 打好 去江湖了 见什么呀 别见怪啊 你看 我的孩子啊 小时候吃错了草药 把脑子给吃坏了 傻不愣登的 不许啊 这正是他的福庆啊 这世上啊 苦的都是聪明人 是啊 也只能这么想啊 所以将他取名叫 朱友福 阿福 阿福 哎 娘 什么事啊 没事 没事 那 我们就告辞了 来 娘 谢谢大婶的山谷 谢谢阿福的水 不用谢 不用谢 真的太感激了 那 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饭吧 过了大婶 哎呀 娘 咱们家没有饭了 只剩地瓜了 这孩子 你真的 你瓜 可比米饭好吃呢 可惜我们要赶路 到回城的时候 我们一定讨扰一餐 当然好 当然好 那 那回城时 一定得再过来坐坐 好的 谢谢大婶 一定 不客气 那我们要赶路呢 谢谢您 谢谢阿福了 不用谢 不用谢 慢走啊 慢走 慢点 我们走吧 母后 我是荣儿啊 母后 母后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 我不是你的母后 我不是你的母后 我是你的母亲 母后 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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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姑娘你怎么了 怎么了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请这位大夫给你治伤啊 国主找你 你别走 雅姑娘 雅姑娘 别尴尬了人家的行程 人家还急着赶路呢 怕受了伤无法言语 怕是连神志都跟着不亲嘛 这药 这药对雅姑娘有所帮助 这个药是治疗雅伤的 让她早晚各复一次 这是慢慢好起来的 雅姑娘 我忙了 你确实听见他们是往中家村的 是没错啊 请问 朱家村 朱家村 前面这条路就是通往朱家村 不过朱家村有上村下村还有中村呢 不在一块 不在一块 前面三岔路 往右上山是上村 左林湖边是下村 只走三百尺呢 是中村 不是 是个大窟窿 大窟窿 是啊 日前一场大雨 山洪冲快了路面 形成一个大窟窿 不能走人了 那中村在哪 该怎么走呢 我不正要告诉你们嘛 前面三岔路 往右上山是上村 左林湖边是下村 大哥大哥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中村怎么走 中村 不要上山就是中村咯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往右上山是上村 不要上山是中村 是的 那谢谢您了 不客气 真是 还好咱们不是短命鬼 等他做完 大伙都寿终正寝了 那是因为咱们自己太心急了 既然只有上中下村 那么 咱们就分头找人 记得咱们要找的就是这化中人 好 过去日子就会好了 我去捕青蛙了 我去捕青蛙了 姑娘 我呀 去捕青蛙了 等等 那 给你五个钱 别少了啊 回来时 到金顺博的店里 帮娘买半斤也 记得啊 记得啊 一个钱 两个钱 三个钱 四个钱 五个钱 没钱 朋友 我不叫朋友 我叫阿福 我叫阿福 朋友 请问 你是否见过此化中人 见过 你见过 你见过 见过 那他在哪 这化中人 现在在何处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不过呀 我可以领你 到见过他的地方 有劳了 不客气 请 这兄台 可是诸家上村的人 是 兄台 平日以打财为生 是 哦 小 руб 怎么过 事情 货 乐 现在 误 Тут 唷 嗦 阿水哥 你在干什么 鸡狗服 我不叫鸡狗服 我叫猪阿服 猪阿服 大家都说你最勤劳了 什么抓前鸡啊 解螺分啊 样样都行啊你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大家都是在夸你的 安娜 在夸我